那最近有一個事情就是 中俄兩國的戰略轟炸機 繞行日本 繞行日本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圖 攝影大哥 拜託 你看 這個是日本 這是日本 那 這個中國跟俄羅斯啊 中國跟俄羅斯的轟炸機 為什麼要繞行日本 為什麼要這個飛機啊 連續兩天繞行日本 而且是戰略轟炸機 什麼叫戰略轟炸機 它可以攜帶核子彈的 它可以攜帶核子武器的 那這樣的戰略轟炸機 繞行日本它的意義核戰 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要告訴日本 還有在日本 這個國內 他們的美軍基地 就是要告訴小日本跟美國啊 你們給我小心啊 你美國一天到晚什麼航行自由 一下子就是過航台灣海峽 你的軍艦穿越台海 一下子又進入南海 然後理由是航行自由 那你有航行自由 我們也有航行自由 所以 我們的 前些時候 是海軍 大陸的海軍 繞行日本 現在呢 是戰略轟炸機 繞行日本 繞日本跟繞台灣 那個圈圈大太多了 而且那個戰略意義 強太多了 那等於是 等於是向日本示威啊 等於是向 像這個美國啊示威啊 因為在日本有三十幾個美軍基地啊 那繞行日本就等於是在繞行美國 繞給你看 那美國坑都不敢坑 日本也坑都不敢坑 這就是代表就是一個國家 當他拿出力量來的時候啊 那就是一個力量的一個展現 就是一個力量的展現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呢 因為啊 前不久啊 就在這個事情的前不久 為什麼 日本跟 為什麼中國跟俄羅斯啊 會去 繞行 會去繞行這個 日本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說啊 前不久 有一位 解放軍的 解放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 高級將領啊 這個孫建國啊 孫建國是解放軍 聯合參謀部原來的 副參謀長孫建國啊 他在五月底的時候啊 他訪問日本啊 好 那他說 美國一直在台灣問題上攪局 目的是遏制中國啊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一個基本的事實 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 美國遏制中國 那孫建國 那孫建國因為是在日本接受訪問 他就提醒日本人 你們不要引狼入市 因為台灣問題跟你們日本無關 不管台灣問題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 還是用軍事的方式解決 跟你們日本無關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說 那孫建國他還打了一個比方 如果說中方說要讓沖繩獨立 那你們日本做何感想 孫建國的意思我們應該非常清楚 孫建國意思就是要日本你們要搞清楚 你們一天到晚在台灣挑試 你們一直在鼓動台灣跟大陸對著幹 一直在鼓動島內的分離主義分子 搞台獨 跟大陸作對 然後兩岸分裂 你們這樣子幹的話 那中國是不是也可以去鼓動 琉球獨立呢 沖繩獨立 可不可以呢 你們這樣搞 我們當然可以這樣搞啊 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的 你對我好 我也對你好 我們常常說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你如果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你好你對我好三分 我對你好七分 本來人與人之間就是這樣互相的 那換言之 孫建國就是在告訴提醒日本 台灣的事情跟你們日本無關 你們不要幫著美國在那邊鼓動 台灣搞台獨 就是這樣子 那結果呢這造成什麼事情啊 造成什麼事情就是說 日本呢就有七艘軍艦 運闖台海 這個七艘軍艦 有一說就是 應該是 這個 這個船上面寫 Japan Coast Guard 那攝影大哥 這照片 船的身上都寫這個 Japan Coast Guard 就是日本保安廳的 日本保安廳的這個 等於就是海警部隊 他的船有七艘 七艘船 那 是孫建國講這個話之前 這個這幾艘船就在海上 可是呢那幾天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從四月份開始 四五六七八九 十月這個大半年 在太平洋地區就很多颱風 太平洋到處都有颱風 可是呢這七艘日本的船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是非常重視科學的 日本是非常重視氣象的 不管是保安廳 或者是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他們的船隻出海 都要配合人造衛星氣象 怎麼可能不看氣象 明明知道有颱風 他還出去 然後還硬闖 闖進颱風的暴風圈 怎麼可能呢 那這個七艘船怎麼回事呢 就在孫建國 好意提醒日本說 你們不要參與台灣的事情 否則的話我們也可以去搞你們流球 意思是這樣講的 他也沒有說我們要去 也沒有 他也沒有講說中國要去搞流球的這個獨立 只是說你們會作何感想 你們搞台獨 對我們中國 我們是很不舒服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搞流球獨立 讓你們也不舒服呢 孫建國是這個意思 可是呢 日本就是小日本 就是小心眼 這七艘在海上 航行的保安廳在海上航行的船隻 他就通過台海 他就弄給你看 等於就是要 要這個跟孫建國 或者說是跟中方來做一個抗議還是什麼 好那中方說好你要這樣搞 那我們大家都來搞 那怎麼樣呢 就是 日本 你要這樣搞 那中國跟俄羅斯 我們就派戰略轟炸機 我們就派戰略轟炸機 繞行 繞行日本 我們就來繞行日本 你自由航行 我就自由航行 你要躲颱風 我不躲颱風 颱風是個藉口 對於小日本來說是個藉口 那這個時候日本就沒有 沒有辦法 拿不出辦法因為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我要換一個畫面給這個攝影大哥看一下 我們這個亞洲地圖 你看看這個日本的位置 以過去的歷史來說 以過去的歷史來說 這個日本 日本面對的地緣政治 它的 就是它的這個 西面 最大的國家 就是中國 它的西北面最大的國家 過去是前蘇聯 現在是俄羅斯 其實日本它的地緣政治是非常 也可以說是非常危險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它面臨這兩大強國 這個兩大強國如果跟它非常友好的話 日本相安無事啊 比如說90年代 90年代一直到本世紀初 中俄兩國跟它關係都還可以啊 後來日本的右派起來了 開始去參拜靖國神社 然後又修改教科書 到了最近幾年又搞印太戰略 前一陣子 被這個刺殺死亡的安倍晉三 他首創 跟印度 在一起搞印太戰略 那跟中國的關係 跟中國的關係搞緊張 後來呢 又為了北方四島的問題 因為 俄羅斯跟日本之間啊 跟日本有北方四島的所謂領土爭議 那事實上 前蘇聯是在二戰之後 佔領的那幾個地方 為什麼前蘇聯會佔領這幾個地方 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戰後 四個強國共同的一個協議 就是戰後日本必須放棄 除了本土以外所有的島嶼 就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這個基本的原則就是 所謂的 亞爾塔體系 從開羅會議 波茲坦會議 亞爾塔會議 大家就會商 戰後的德國該如何處理 戰後的日本該如何處理 那這兩個法西斯國家 侵略別的國家 屠殺別的國家的人民 所以 包括中國 美國 蘇聯 還有英國 這四個強國 就決定 戰後 對日本的處置的方式 日本必須放棄 它在戰前 所非法佔領的 其他國家的島嶼 包括中國的台灣 澎湖 釣魚島 琉球 還有 跟前蘇聯 之前 沙俄時期所佔領的北方島嶼 那所以蘇聯跟中國 就根據這樣的一個協議 收復了 北方 北方四島 中國也收復了台灣澎湖 同時收復了東三省 東三省 日本 成立了一個魏滿洲國 一個傀儡政權 是這樣的一個歷史架構 那所以我們看 我們想到這裡的時候 就覺得日本的頭腦不清楚 其實日本不需要 因為以日本的國力 它的現在應該是第三大經濟體 應該是這個中美日 有一說是中美日 有一說是美中日 就是三大經濟體的話 如果中國是第一 美國是第二 那日本是第三 好歹日本也是老三嘛 日本的軍事力量在亞洲也是很強的 不管是海軍空軍 陸 陸軍是比較弱一點 它的海空軍是很強的 所以不管是經濟的力量 軍事的力量 甚至於科技的力量 日本都可以堂堂正正做一個 挺起腰桿 做一個正常人 可是日本偏偏要當美國的傀儡 那這個實在是沒有辦法 他就是要這樣子 所以呢才會有 中俄戰略轟炸機 去繞行日本的這個事情 可是呢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叢林法則 就好像大海裡面 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 你下載中天修武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修武網APP 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畏全世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修武網APP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 首入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盆力量 多一個下載 美 Kapadena ni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